休养生息 别老打仗 一养天年 动点地 动点菜 对吧 再放着鸭子 想着想鸡仔 挺好 生活 把鸡仔绕起来 对吧 捡点鸡蛋 再淹点咸鸭蛋 日子不错 真的是非常祥和的一个场面 看看小伙的发挥如何 哈拉金大家都知道 包括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排球圈有料里面也介绍过 哈拉金还真是 这个泰国比较知名的 斯诺科球员 能看出来 一趴去攻架非常稳 没有太好的机会 前定了策之后 选择一个布局 是这一端还是有一定风险 嗯 哈拉金这11号 还是有 还有12号 右下角抵带 这两颗球一旦完成了一个准度的突破 其实后面花色的局面还是比较明朗的 对 今天呢 将进行我们的第一阶段的比赛 全部打完 在今天的傍晚的5点40分 将进行本次分战赛的第二阶段 届时我们2018年 乔氏中式台球国际积分榜 排名第17到32的种子选手 将参与抽签 明天上午8点 比赛第二阶段单败淘汰就开始了 上来确实啊 这段12号左边底下是平下了 还要再来 这种斯诺克球员啊 在比赛当中 在斯诺克的比赛也是 这种子球跟主球距离特别近 而且角度特别凋的球啊 往往成功率还特别高啊 这就是打多了啊 这种角度呢 恐惧 下球点判断的非常清楚 又来了啊 反向呢 又是一个反角球 继续啊 横向走就10 顺势就过到10号就右侧了 稍稍厚了一点点 再看张艺啊 7号球帮进左边的戴口9号 来球呢 要做防守 感觉7号没有完全挡住啊 对13 再看张艺啊 这种情况是这样的 有点真正的 我一定要做防守 水平処的 尽力我们判断的 非常清楚 那些放弹 二号球 没问题 中带红三 转过来可以有机会先用三脚六 刚好六号跟黑八的互相协调的位置 没有去看 打五 打五就是上去先叫上方最上方就可以了 这车我 反正它这么打是另外一个选择 打四脚六或者打四脚都合适 蹬下来叫三 看这个角度 六区协调黑八是因为附近是有十 所以不太 不是特别合适 当然有能力也是没问题的 比如说低杆往回推 或者往下推 避开十号球 小力往下推一点点就好 他还是喜欢安全打法 你说这种球就是靠你个人的一个习惯了 看台上刚才给到了马来西亚的正位重 第一句 张医生 比分 一比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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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 第二局 库伯西特帕拉金开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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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弹 十秒 没问题 下面的246小范围的一个围球 单一较为需要非常精准才可以 而且从他这个方向 我看他对红三根本看都没看 这个3号半多6上面不一定是好事情 现在也不知道这个6号球 右边中弹有没有下 有可能是差不多 如果有的话可能会走一个两库下来 抛下来 右边边库 底库下来 做一个6 0 库伯西特帕拉金打这个球 完全还是觉得自己在白球行进线路上的 一个能力或者控制 他是比较有信心 单一球觉得能够去K到薄边 能较到其他位 有这个想法 还是太难了 看看这杆十一 有没有机会借力 有没有机会借力 争取能够蹬到下方 先叫库边这一刻 还可以稍稍 还是稍有点点的 还能轻推 尽量的走到一个2号组织中带这样的一个位置 顺势把这11号给它敲到库边去 有可能不太会碰 因为它就是保守轻推了 这不强球了 仅仅是打进 然后留角度 所以你看这球它都没太敢发力 中带变底带了 因为如果打中带的话 你需要打保球 白球从右边边 快往上走 打底带之间往上推就行 还是中还是底 就是底带 高杆 需要发力 准备好 准备好 但是还是 我前面有提 红三 它前面如果把红三打了 现在就直接就是叫黑八尾了 应该是 单独的红三留在上方 刚好在上边 还需要绕过来 有这么大 是吧 这个球 选择上还是 有一些问题 前面其实下面的小范围 刚才没有进攻之前 这红三就应该先打了 果然出问题了 那么这边张艺的话 我觉得有把握可以右边边裤的这颗11号打 然后白球同时向左边走 而且有一个天然的12号跟9号是一个屏障 做smoke 打近的话 这个边空球解开 12跟9再利用14一过渡 叫一个右边的代口 他还是心里边有不甘心 这上手就把这个9跟那个12个解决掉 从这个判断来看 张志导我觉得今天张艺可能信心还是挺强 有一定的自信 没问题 那么双方中态打下来 还是 最难一颗编户的11号球 最好能够先打 但是如果说你这个边空球能力特别强 你就留在后面掉一个白球也一样贴裤 比较直的上方位置 逼竿向上再去拉 看他选择吧 11号下面的15号 15跟11先选后选 看你自己当时的这个判断 还是先打了 但是叫的还不算特别近 确实啊 边空球准动好 退两棍好了 带一点点优赛 力量给去自然走 没问题 第二检 张艺生 比分 2比0 谢谢 好 t 第三句 张义开枪 又是一个大四喜 财犯取下百球垫片之后 抬眼一看 没什么球了 抬眼一看 天糊了 是意思吧 对 麻将挺厉害看呀你 我呀 动不动大四喜 爱看 什么大三元 大三元 四岸克什么的 国土无双还是国事无双 小时候我奶奶爱玩 但是我这性格呀 喜欢简单粗暴来得快的 那他这马牌 抓牌 出牌 那你那是玩普克一帆两瞪眼 比大小啊 简单粗暴 是 但是我真挺佩服那个 站在那马长城能马一宿的那个 真是特别佩服 有意理 我就不明白这乐趣在哪 你说你这吭哧吭哧的做了一把好牌 帮对面来一屁壶 这真是 我操感情啊 这个东西啊 如果你想去知道什么样的感受 就必须亲身体验 对 有没有体验过 上学的时候 马上过一两回就不玩了 是吧 着急 学校边电子游戏室有没有去过 那有 就是麻将机 没有没有 就玩什么足球啊 跟同学玩这个游戏比较多 是吧 是那种小八王的时候 不是吧 已经过去了 Polestation 那个 宿泥 有 玩的时候都高端了 那我 我所事小 今天刚十六 对 我直比你大一岁 好 再回来看球啊 这竿的话高竿下来 红三脚那有点平大 原石 看样子这个 张一还是要打中带啊 从上再往下来 这条线还是依旧啊 上去之后 稍稍再靠左一点点弹枯往下走 不能太小的力量 这准度好的球员在选择上 那不恐惧 嗯 看看这条线 再走 刚刚好 刚刚好啊 一杆准度 中低杆弹起来 这杆 低杆可以稍稍多一点 就是说 你力量大也不怕 你顶到15都没事 但是千万不要说 低杆不够 然后力量还大 就到15号右边上方 做四农克了 所以说 低杆可以稍微多一点 感觉它是轻推 还是轻推 那轻推二号就变成大角度 大角度 等于说 你就不好留八号球 这个就是完全是个人的思路上的 是 就是判断问题 看他自己是八根十四中间 还是 顶一下十四 我感觉叫同代了啊 这还是大地带叫同代了 他起码这个面 还是一个比较开放的面 他具备这个半台的准度能力 所以说他打起这种球来 不会说 特别强 就要叫得很好 很近 看球清台 谢谢 第四局 库博西特 潘纳金开球 以上来 张义靠自己啊 强大的火力 现在上来三比零压制的 泰国的球手 帕拉金 其实两位球员的风格差不太多 有点相似 但是帕拉金 我觉得还是毕竟不熟悉这项运动 而且 这些球员失误多了 失误多一点 打起球来 有一些套路呢 明显是不太合理 比如善不留一颗 对 那盘其实他已经是马上就要赢了 就算是 最后啊 咱举个例子 上面剩一颗 按理说是不太合理啊 那就算是上面剩一颗 叫到那个角度 他也应该具备一个三裤走下来 去叫黑拔中带的能力 但是叫小了 这还是说不熟台 看他赶法的高低 就能明白他的意图 再过来 4号左边有下 7号这边也是有下 可以呢 我觉得这个位置 1447的话可以选一颗 其实7号球 如果能打先打7打 对 这个位置其实是很难得的 自然调到的这个位置 而4号还是比较开放的 他两边是没什么障碍球 看7号左边有13 这个位置就是很难受 再次看到了一个很明显的绿色 像电控胶布一样的 像那一块东西啊 完全是控制自己握把的距离长短的位置 对 我们的导播跟摄像也都是非常懂啊 试试要切到一个镜头上 又换了 觉得打4号不合适 那好了 打光1上去再下来 而且上面还有一红3啊 不要忘记 要吸取之前的教训 对 不要说上半台下半台 各留一两颗这种 能前面打就先打光 确实是啊 而且感觉应该是这个 类似于电控胶布这样的一个材质的用品 已经是贴了很久了 摸了出来痕迹了 那您说有没有另外一种可能的 这后马 有些开裂啊 因为石坛酒裂嘛 那一下后边有些裂 就拿这个 也有可能啊 有这个可能性啊 但是多数呢 我从专业角度来分析啊 一般如果有一定的裂缝的话 会用它的一些快胶啊 或者是一些工艺去修补 嗯 那贴这种东西呢 基本上就是 一个握把长短的一个标志 在训练的时候啊 给自己一个 训练暗示 或者是固定到那个位置 手一握就打到那儿 训练也有感觉了 等下来再上去 看帕拉金打球 还是说 白球呢 从线路的选择上 和到位率还可以 能够体现出 他打斯诺克的一些功力 第四局 库伯西特帕拉金胜 比分一比三 开球形态 请不吝点赞 第五局 张义开球 看球 实际 看球实际 看球实际 一定够不容易 继继续击打 把拉金选来继继续进攻 确实这盘球呢 还是值得一打 上手来看选球 还是要做十一 这样的话打十一 高关推下来 最好能够叫到这个 十四根二号的下方 缝隙里这颗球 对 十三号球 并且如果角度合适 把这个二号下方 这颗球的时候 往上 用点滴杆 还能将二号球 轻轻地带走 这也就类似于 平时的一个 围球里面的载球过程 通过一两杆的K球 青瓜 青K 局面打开了 感觉这角度有点尴尬 还有机会带 这也我觉得跟他自己的 一个斯诺克的习惯 斯诺克的运动 有很大关系 里边也经常会有一些 一踢一踢一踹 对吧 红球堆 踹一颗出来一颗 走来了 看看要不要还踹一下 那么就是交位了 变化还是很多的 对 就是这个球 在球台上 他知道 他有一点很 非常聪明在哪 就是 他知道这一个球 球台上面 是有六个带口的 对 不像是 很固化的时候去选择 我就要打这个带 有变化在里面 而且能感觉到 他对自己白球掌控能力 还是很有信心的 中带 这个主球是有微微向下的角度 直接点住了下来 横一点点 12就反向中带 对 同样 利用一个中高杆 往屏幕的前方 蹬一点点 对 就这样 这个位置 就是很微妙 你轻推 有可能刮七十薄边 那么很有可能 是一个中低杆 贴着七八缝隙 对 向屏幕的右边去走 可以把他左边抵在 这是一个常见的杆法 而且很保险 但是要求你低杆的准度了 他准 所以他不担心 而且他白球掌控 他特别有信心 你看出来 第五句 库伯西特帕达竞胜 比分2比3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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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第六局 库伯西特帕拉金开球 开球实际 继续祈祷 也是开球实际 帕拉金本场比赛也是第三场体位台了 之前的比赛都有过至少两次开球实际 很危险 而且自己在一个启示的这么一个阶段 没错 这个实际把球权 很吃亏 对 局面留给对手 我觉得这盘球如果能榨进 现在这个花色的局面 帕拉金有可能还是会精彩 它有点上手感的一种 这张艺啊 真的是准度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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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能打的话 先把十号球啊 对 打完之后 横向用低杆轻轻敲一下十四 那现在你直接打九 我觉得这个过度球还是别轻易动 对啊 因为上面还有一个十三呢 是 像这种中带球啊 在这个上下半台衔接里面 其实用途还是非常大的 哈哈 还是觉得想先打 那先打的话就变成了两侧的上下底带了 继续啊 低杆 还要轻轻敲一下 那么就变成了一个上面一个大翻脚 下来还需要再拼 所以说这个中带选择 值得商榷啊 不太合理 嗯 你说 刚才打这十号球的角度跟你之前 没有区别 没什么太大问题 他的意思想往后再退一点点 然后他又担心退多了 变成不够打 对吧 所以 又出问题 我再地竿横台过来 再拼吧 好了 那我还是准 在地竿拉出去 可以把他再打下 那这是另外一种情况 就是我们并不想 还是那句话 我们并不想说 写比谁更高明 就是说在球场的选择上 更合理 第六句 张医生 一分四比二 谢谢 Hunter 我再次 农夫山泉矿泉水 长白山的春夏秋冬 第七局 张义开修 开修试剂 Illegal break 继续寄导 两次了 开修试剂 张义 两个人开始 平凡的开修试剂了 嗯 好 准啊 我们六号 不需要右边推太多 黄一叫抵代 如果是够直 低杆往回拉 黄一可以打右边的上方 就上方两个底带都可以选 黄一 没问题 同比评估上下能看得到 这个四号球的左边底带是没问题的 有机会可以调下来 叫四 让四号打完五号两边 应该是可以进攻 我觉得那根架杆一定要低弯拉回来 你们看啊 有斯诺克宫里的球员在使用夹杆这个环节上 打起来是非常轻松的 很省力 二号球 有角度 利用一些中高杆右赛 轻轻推 先叫四 一定要去考虑用哪一颗 因为现在已经注定了打次号了 三还是五 去叫黑霸 镜头给到它这个球杆的这个硅度有点细 我感觉像9.2 9.3这样的 有可能是我们看这个粗的球杆太多了 所以判断上容易 在大体上 其实现在常见的就在9.5到9.7 就是常见的斯诺克球杆的这种同估的粗细的程度 而且看它这个皮头形状 明显是很职业的这个打斯诺克球杆 以前我们喜欢过的叫戴帽 对 就是它上眼 皮头上眼比下眼大一点 会多出了那个球杆的那个质量 像小蘑菇一样 对 推弹一裤 八号球 叫底带 太轻了 哎 好像还能打呀 它一出杆自己身体已经告诉我们大家了 它自己都觉得轻 新球台 新库边 弹性好一些 第七句 库伯西特帕拉金生 一分三比四 小碎 比也好 太轻人了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没问题啊 而且有过线的球进来 帕拉筋也挺像一个明星脸 台湾的演员张震 只不过张震比他脸更长更瘦 你说的是那个 我知道 是演过一些古装的舞打 对 武侠片里那个张震是吧 对 有点小胡子 脸是细有点细长 他拉筋的脸是更宽更方 但是没眼的感觉呀神似 这段时间啊 就是还有一个叫张什么 我想起 或者叫什么 一个也跟这个 郑子丹他们排沙坡狼里 那个大型叫什么了 吴京啊 不是 叫张什么 对吧 张 是不是也叫张震 跟那谁蔡赵芬结婚的那个吧 这个名字我记不清 他们都有些类似的脸型 对 也到了帕拉筋的一个进攻的时间段了 肯定是要一打一戴 最好能够轻轻顶十四 好球 这小的一些球处理上 能看到 帕拉筋的手感 很细腻 依旧是我看啊 这个球 可以的话 最好还是后面要留十五号球去 叫八号球 你先下来 第二代反赛 右赛高杆 上去 看十四号底带的位置 不错 这样的话 九号中带 还可以后面去先接 往下叫十五 十四一上手呢 干法不需要特别低 白球要往上面多走掉 留向下角 十五号叫直即可 老回退一点点 强势的将比分单平 第八局 库普希特 帕拉筋胜 比分 就是张健 对 这个球员其实 不感觉 舞蹈动作片可以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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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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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因为张艺这边呢 是有一个两次开球数据 所以开球的环节 他也会考虑非常多 总担心自己出问题 这样的话加大力量 容易导致 常见的这种中代的 进球 下一时段比赛呢 是北京时间的9点50 今天一共将进行5个时段比赛 在今天的最后一场比赛 3点50那一场打完之后 在北京时间的5点40将进行第二阶段的抽签仪式 对 明天上午8点 比赛第二阶段开始 比赛进入到第二阶段 是这个单败淘汰 第三阶段 双败淘汰 最后一个阶段 还是单败淘汰 简单来讲呢 我们的分战赛 这个赛制就是双单 双单 十秒 十秒 好 中文字幕之宜 第一阶段 一定是想伤塔 所有中文字幕众 闪 就是 肯定的 有一个可以去尝试 组合借15号力 或者单下的 中带球 这是打歪了吗 应该是被打到他想要的一个位置 这个要接力的话 15号的流向 如果你要选择接力 那得多少带一些运气 而且要一定力量 上去之后呢 肯定要撞其他球 撞完之后你是否有好的位置 还不错 最起码上方那两个花球 11号 15号 右边上方底带是没有被挡住 那么直接可以打12 先打掉一颗 底竿继续 拉回来 太小了 太小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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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球还走得有点多 这杆球如果说想要交一个非常好的位置 又是低根横台 在这开车线上方右边边控喷酷 然后再起右塞下来 另外一个就是最好高杆走 从依次的上方里面绕出来 这样较下面的两个花就能较劲点 右塞要比较多 从右上方走的话 在这里面绕出了两个花就能较劲点 这准度真是 白球 掉不了 危险 但是没得打了 就是你老是在比赛当中用准度去调整 老是走到一个自己不是特别好的白球位置 就是容易出现这种问题 拼准度肯定是总会出问题的 看能不能翻底啊 力量不够 看这干帕拉筋选择啊 反方一下来叫其留其向上去K 还是直接打完了就做上 做一个 选择还是很多啊 甚至于说打黄一交二向上去K 都可以 到这就直接做了 打五或者轻打四 或者有没有什么更别的想法 用七去打 争取能够这干做完之后呢 这个局面就能开放一点 然后下干如果有自由球 我再去收割或者是再去一打一K 你就清台了 看这干解球啊 如果解不到基本上就是百五号球 右上角底带向下K 看这些事 是什么 就像一个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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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股 自由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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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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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由球 自由球 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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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由